民国103年元旦升旗典礼 今年首度找来艺人主持 不过被称为最美式官长的刘湘慈 说出今天这一句话 恐怕真的是让马总统脸上三条线 因为当时呢 马总统要从讲台上面 走下来唱国歌的时候 刘湘慈竟然说 我们的总统正要下台 好 下台两个字呢 一说出来 现场是一阵尴尬 马上就被网友笑说 难道是新年行希望吗 被称是最美式官长 刘湘慈首度挑战 主持元旦升旗典礼 看得出有点深色 尤其马总统出现后更嫌紧张 现在呢我们的总统 正在下台准备就位 请马总统就位 刘湘慈实况转播 却脱口说出 最敏感的下台两次 现场尴尬 不过刘湘慈似乎没有发现 直到事后被问起 才一脸惊恐 人家觉得 对 那我这个 我那个 明年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就会小心一点 这个用字潜词方面 总统正不下台 这样对吗 好像一样 刘湘慈当场上记者求救 不过这一段谈话 马上引起网友讨论 刘湘慈粉丝团 瞬间被灌爆 不过网友没有责难 反倒夸他 说出了全民心声 还说马英九下台这句话 太性感了 升旗典礼表现太好 说是2014最诚恳的女性 请出来选总统 其实刘湘慈接下主持棒前 就曾许下避免失误的愿望 没想到还是太紧张 一句请总统下台 意外说出不少人的新年新希望 正在下台 好请总统下台这句话 不管是讲的听的 大家都很尴尬 不过这么糗的情况 过去也发生过 还记不记得呢 2009年听澳闭幕会上 当时郭富城就在台上 对着台北市长郝龙斌 脱口说出 麻烦市长请你下去 好大家也是脸上三条线 所以这样的情况 到底要怎么讲才好呢 我们今天独家访问到了 总统府元旦升旗的 御用思宜 请他交几招 我们大家一起为中华民国加油 我们再次大声喊总统好 高康的声音带领民众 为台湾加油 还要带头向国家元首问好 这么有元气的声音 常常出现在国家大殿上 但通常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担负重任的思宜 犹如藏进人 非常神秘 今天在三立新闻 独家曝光 胡佑林思宜资历超过20年 从民国99年开始 连续5年 担任元旦升旗典礼思宜 是总统府御用爱将 大场面他都见过 面对主持新手 刘湘慈失言 现场传授几招 恭请总统就升旗的位置 这样不要有什么 上台下台这样的用语 当然湘慈今天可能是比较紧张了 只能说刘湘慈第一次主持太紧张 才会说话不经修饰 破天荒找艺人主持是第一次 其实过去总统府也曾找企业家 邹开莲及罗志仙 担任建国百年 元诞生期主持人 当年他们这样讲 发现了吗 不管怎么说 就是不会用到下台两个字 倒是天王郭富城犯了大忌 麻烦市长请你下去 我继续为大家表演 听到闭幕会上脱口而出 直接请郝龙兵下去 太直白引发现场一阵惊呼 事后郭富城也尴尬的 向郝市长道歉 只能说说话这名学问 得好好修学分 免得一笑大方 三天新闻赖心郡 网友金料节鱼 台北报道